很厚的局势是越来越分化呢 还是说越来越融合 这放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很连续的考验 昨天是全世界五十几万新患病毒增加得非常快 所以它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 因为九月多实际上就发现了变种的新患病毒 好在它不是打了疫苗以后出现 打了疫苗出现 所以这搞不清楚了 是不是打疫苗出现 这个时候还 因为英国打疫苗比较晚 最精彩的 但是从它的现象看起来 它倒是讲的是增加了70%的传染率 但是反复讲它的毒性致死率没有证据 而且对现在现有的新冠疫苗的话 也没有证据 这只是书 但是还要看看它的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